清明节怎么过?先去扫墓 在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保留着清明扫墓的传统 各地各家表达缅怀和祝福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你们家怎么扫墓? 从烧纸钱到烧纸壶的电视、手机、房子、车子、麻将 从烧吃的喝的到送上一束鲜花 再到网上祭扫 都是希望以顾亲人能够得到安稳幸福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好奇 这样寄去的利益他们真的能得到吗? 没发通电话、发微信、写信 又怎么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想起来真是深深的绝望、迷茫和无力啊 佛教认为若未能了托生死、跳出轮回 人死后,神识离开肉体 将会在六道中继续流转轮回 用计快递打个比方吧 通过普通的祭奠方式 寄去利益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 是对在世的人单方面的心理安慰 而对已故的人来说 除及个别情况外 几乎说不到什么 善导大神说 分身受报 不相知 亲人们生死两隔 流落在六道的不同地方 比跨国、跨星球、送快递 不知难多少倍 快递不靠谱 这边寄出 很可能因为变质、损毁、丢失、地址有物等情况到不了收见人手里 相比而言 通过放生、布施、持咒、诵经、念佛等方式做功德 为他们祈福、超度 就相当于拜托佛菩萨担当快递员 按照你的心意 将功德利益送到指定的收见人那里 以佛菩萨自由穿梭于使法界的无碍神通 可穿越时间和空间 轻松定位到在六道中任何地方的收见人 确保做佛事的功德利益 直达、吉达、必达 而在这几种常见的佛事中 又以念佛的功德、利益最为殊胜 念佛念的是谁? 佛中之王阿弥陀佛 念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万得鸿鸣 怎么念? 你可以保留原先扫墨的传统 只是加上念佛 比如边烧纸边念佛 你也可以省去原先的传统 单纯念佛 你甚至可以省去扫墨的时间和行程 随时随地 为想要祝福的人念佛 你还可以把亲人的名字 报给可以念佛超度亡人的寺院 请寺院法师为亲人念佛 如果你想把念佛的功德利益 源源不断地寄过去 而不局限在清明节 也可以每天亲自念佛回向 有哪些利益? 这个真是一言难尽 因为实在不可思议 由于依靠的是真实不虚的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无论已过的亲人去世多久 现在何处都可以被阿弥陀佛的光明找到 冥冥之中享受到罪障消除 远离危难、身心安乐、福慧增长等各种实际利益 最大的利益则是被阿弥陀佛接引到 无有重苦但受诸乐的极乐净佛 还有哦 如果你为亲人念佛 首先被佛光忽悠的就是你自己啊 其实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利益更大呢 这可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多了吧 念佛这么多功德利益 可是一分钱都不用你花哦 总之亲民念佛好处多多 最简单、最便捷、最环保、最省钱、最实惠、最百搭、最彻底、最殊胜 真是数也数不过来 我只能说谁念谁知道啊 亲民念佛家扫墓新方法 怎么样过个不一样的亲民吧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